最近大受歡迎的魷魚遊戲 以貼近生活的角度和人性與價值觀的塑造 再加上把簡單的遊戲變成殘酷的生死鬥 讓它與許多主打生存遊戲類型的戲劇有些不同 而隨著戲劇在全世界引起高度的關注 在各國的Netflix都名列前茅 正反雙方的討論度都非常熱烈 也因為媒體大肆宣傳報導導致許多觀眾有過於的想法 或者覺得遊戲太過簡單 張力不足等 也很多人拿去年底的經濟之國的闖關者 而以前相似類型的影集做比較 但我覺得各自想傳達的理念不一樣 沒什麼好比較的 對我來說魷魚遊戲就是一部中規中矩的生存類戲劇 也有不少的彩蛋和細節 這邊也不談太多劇情 除了主角之外 各個配角的塑造讓整部戲有非常大的靈魂 有些出場不多 但令人印象深刻 也捧紅了許多配角 粉絲人數大增 有的還漲粉十倍 這些綠葉們演技精湛 將各種情緒詮釋得非常到位 功不可沒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貫穿整部魷魚遊戲的一號玩家 吳亦南 後面內容會討論到部分劇情 如果還未看完魷魚遊戲的話 請斟酌觀看 吳亦南的身份在最後男主贏得獎金的一年後才揭曉 他是一位富豪 因為覺得人生毫無樂趣可言 為了尋找樂趣來滿足心靈的空虛 而舉辦了魷魚遊戲 在死前想重新體驗一次那種連時間流逝都不曉得的快樂 因此選擇參賽成為001號玩家 看完整部戲後 再回頭看之前的片段 會發現許多細節和暗示 吳亦南的身份有別於其他參賽者 也會覺得之前的眼淚都被騙了吧 在第一個遊戲123木頭人中 見到前兩位淘汰者被射殺後 參賽者們立即鳥受散 之後繃緊神經完成遊戲 這時吳亦南卻是笑著享受比賽 雖然其後解釋吳亦南是一名患有腦瘤的70多歲老人 因為不想等死才參加遊戲 但經歷了如此殘酷的賽制 不可能還一派輕鬆 第一個遊戲結束後 讓大家投票決定是否繼續進行遊戲 最後的一票是由老頭來決定 他選擇結束比賽讓大家回家 但我認為其目的是希望先太足不想玩遊戲的人 讓有覺悟的人再次投入到遊戲中 也呼應吳亦南死前和男主說的目的是為了樂趣而不是殺人 讓有覺悟的人再次參加 能讓比賽更有競爭力 更加精彩 在第三集187名參賽者回到魷魚遊戲時 老頭也暗示男主說我不會那麼容易就死掉 下一集在參賽者發現殺人也可以獲得獎金 在關燈後開始自相殘殺 被視為最弱體的吳亦南反而生存下來 並站在最高處大喊著 在這樣下去 我們都會死 停手 主辦單位馬上就開燈停止 並自己要求職業班來保護大家 這邊就有個蹊蹺 無論其他人怎麼慘叫 主辦方都不管 為什麼吳亦南一講就停了呢? 吳亦南 幹不下啦 在打彈珠遊戲中 吳亦南頻頻在關鍵時刻獅子讓男主獲勝 這邊因為吳亦南的腦瘤是真的 所以不知道獅子到底是演出來的還是真的 但遊戲最後向男主提出賭上全部來玩一盤 遭到拒絕時卻又說 你欺騙我 拿走我的彈珠就像話嗎? 隨即把最後一顆彈珠給了男主 說了 我們是綱布啊 並感謝男主讓他在走之前過得很好 在淘汰之前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叫做吳亦南 其他人淘汰被槍殺時都有畫面和倒地聲 但吳亦南並沒有 只有槍聲 也沒有倒地的聲音 這邊也暗示著吳亦南並沒有死 偽裝成工作人員的警察潛入檔案室 翻到今年的參賽者資料是從002開始 而不是從001無亦南開始 代表著他並不是體制內的人物 第七集中主辦人戴著金色的兔子頭套 脫下後露出白髮和布滿皺紋的手臂 聰明的你大概已經猜到是誰了 在最後一集吳亦南時候回到這個場景 被問到為什麼要這麼做 吳亦南也親自說因為旁觀 絕對不可能會比勝利奇境更有趣 這猜測我覺得不太成立 有網友覺得在發牛奶的時候 男主要求可否改成巧克力牛奶 吳亦南對他說你小時候一定常常被你爸爸打 而男主驚訝地喊你怎麼知道時 吳亦南則說因為我兒子也像你一樣啊 還有在打彈珠遊戲時 兩人接決的場景和以前生活過的舊社區很像 吳亦南也說因為男主是很好的玩伴 又很有趣 讓他想到了兒子和成年往事 但吳亦南問男主今天是不是24日 透露兒子的生日快到了 但男主的生日是10月31日 因此光是這點就讓他們是父子的論點不成立了 可能還有其他線索我沒注意到 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而最後男主在上飛機前打電話報名參加遊戲 電話那頭卻說搭上那班飛機 那麼做才是對你好 代表直到最後他依然被監控著 或許就像那時在遊戲中被金主們當賭注 獲勝離開後的一舉一動 也還是成為有錢人的消遣被當作一場賭局 以上就是由於遊戲中和一號玩家吳亦南有關的劇情 劇中也有很多值得探討的角色和議題 雖然場面不夠華麗 規則不夠燒腦 但用簡單貼近生活的方式來讓大家帶路 如果現實生活中也出現了魷魚遊戲 相信也會有許多和劇中人物相似背景的人去參加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我是四格林 如果有想法想討論歡迎留言分享 喜歡影片也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